原來加拿大安省有好好食的我Jimmy 好今天和大家來到列治民山的這間蠔園 蠔園這裏的魚缸 是我在多倫多見過這麼多餐廳裏面的魚缸 最乾淨的一間 在魚缸裏面你可以見到很多三眼的龍蝦 青斑金多寶 甚至有象拔旁 這次我們來到蠔園 我們就想試試他們這個佛跳牆 記得要預訂 還有魚翅養雞翼 還有這個蒲汁懸過南瓜焗海鮮 都是要預訂的 蒸了一條青斑 還有點了這個龍蝦煎米粉 這個迷你佛跳牆裏面有魚翅 花膠 鮑魚 冬菇 乾瑤柱 瘦肉 鴨掌 平時我們在佛跳牆吃到的材料 這一宗細細的佛跳牆裏面 都應有盡有 湯很清甜 一點都不油膩 鮑魚和粒乾瑤柱都幾大粒 但我就覺得魚翅少了一點 喝完都不覺得口渴 應該都沒什麼落味精 我幾喜歡這個迷你佛跳牆 有回頭的 這一道菜 鳳翅藏金絲 即是用一些魚翅來釀到雞翅裡 把雞翅切開你就發覺已經是去了骨 裡面就塞滿了雞翅的肉和魚翅 割皮炸到好像炸子雞那麼脆 咬下去淡淡肉還有一些很粗的魚翅 調味都不是很重 很適合餐前小吃 清蒸了一條青斑 青斑有兩磅多重 魚蒸得火候剛剛好沒有過熟 簡簡單單豉油和薑蔥調味 我覺得吃魚這樣吃已經是最好吃的了 這碟是蒲汁原隻南瓜焗海鮮 這隻南瓜小就小隻了一點 所以裡面都不會裝到很多東西 有帶子、鮮蝦、魷魚 但蔬菜就多過海鮮 蒲汁味道都不錯 南瓜肉都炆得很軟 它用保鮮紙包著南瓜來煮 我想就讓它不會爛 但賣相就肉酸了一點 四十幾塊多塊海鮮 性格比我就覺得不太高 但純粹說味道來說 蝦、帶子都煮得不錯 味道都不錯 還有葡汁味道都很香 這隻生猛兩磅半龍蝦 這隻生猛兩磅半龍蝦 俗情的 做法就是薑蔥龍蝦炒米粉 米粉炒至兩面黃 米粉表面脆薄薄 裡面很軟熟 可以吸收龍蝦汁 我喜歡這個龍蝦炒米粉 比龍蝦衣麵更多 吃完飯還有糖水甜品 今晚的糖水是綠豆西米露 今晚的飯後感就是 除了原隻南瓜焗海鮮之外 其他幾樣菜我都會回頭再吃 我會特別為大家推薦他們的 迷你佛跳牆和他們的龍蝦煎米粉